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党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13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同志的遗体 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丁关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2年7月22日六时二十分 在北京逝世 享年83岁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 哀悦诋毁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 丁关根同志 横幅下方是丁关根同志的遗像 丁关根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白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时时许 胡锦涛 丁关根同志的遗体 吴邦国 温家宝 李长春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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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乐泉 王兆国 王岐山 回梁玉 刘云山 刘延东 李源潮 李源潮 徐才厚 郭伯雄 李兰青 曾庆红 曾庆红 何勇 令计 华等 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丁关根同志的遗体前 三鞠躬 苏立 苏立 莫哀 向丁关根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 并与亲属 一一握手 表示 慰问 丁关根同志 病重器件 和事事后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丁关根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丁关根同志 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